对现代人来说 武健已经变成一种健身运动 对健客来说 一把好剑不但可以传世千年 更是帮助剑术练到出神入化的关键 台湾的驻剑师为数不多 其中陈世聪的作品 不但经常在国内外展出 更是许多收藏家的梦幻典藏 收藏价最高达到台币百万以上 第一个就先测试它的硬度跟韧性 因为真正的一把宝剑 它的硬度要高 同时具有节价的韧性 所以现场可以测试 你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我们才再进一步 就是说这一把刀剑里面 有没有收藏的价值 完全在于 逐渐是它的手工记忆 原本是公务员的陈世聪 发现制作古代民建的天铁 其实是经过高温高压的陨石制程 他耗费八年研究 发展出一套和古代驻建工序不同的做法 先找德国钢铁厂炼钢 然后找专业工厂淬火 最后才是用磨石机磨剑 陈世聪说 硬度达HRC58度 韧性达到60度的钢材 无法用锤打的方式制造 只能靠磨工 我们在磨剑 全部都是靠手感下去磨的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 我们是靠一台无马力的 原属工作母鸡 磨属是特制的16英寸的磨属 一分钟在3800转的状况下 我们下去塩磨 所以你要如果控制 不要使它的热度 超出你本身钢材 它所承受的那个温度 二方面你还要控制 它的膨胀系数 各种各钢材 它的膨胀系数都不一样 要磨出一把真正的好键 一定要靠你的坚硬及技术 所以它的难度就非常非常高 一块磨剑的原石 磨完三把强刃的钢材 就得报废 而开刃后的宝剑 还要能够锋利无比 陈世聪说 好的钢材金属密度高 能够达到遇水不沾 滴水成珠的境界 才能称为一把好剑 搭配的零件也不马虎 每一个单独的配件 都是特别开模制作 加上制程率很低 像是考据唐太宗配件的作品 制程率只有三成 陈世聪准备了五十把钢材 同时耗费将近一年 才顺利交出十把宝剑 宝剑价格从十几万到上百万 完全取决于钢材和制作难度 这一把剑最主要它的难度在于 它模件是共有六条线 那这个线一定要跟这个图腾边缘 完全紧密结合 不能有一点点插错 如果有一点点插错 这一把剑就保销 它要求全开 全开的用意 就是第一个它考验我的技术 还有你钢材的绵密度 如果你的钢材绵密度不够的话 这个认口没办法完全开认 它会呈现撑出不起的现象 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非常高 客户从武术团体 庙宇到收藏家 陈世聪的作品 也受到练剑十多年的牙医 林锡元喜爱 林锡元说 配重和重心要到位 也是决定保剑身价的重要因素 这把剑差不多将近于一公斤左右 你如果让它重心的调得好 你只要使动那个重心 让它自由运用 你让它怎么动就怎么动 平就是平 力就是力 点就是点 转就是转 这时候你只要控制那个重心就好 热爱剑术的林锡元 同时也是收藏者 光是陈世聪的作品 前后他就收藏将近十把 累计的金额 已经可以在台北买一间小豪宅 由于陈世聪的作品 询问度很高 又受到许多武术团体的青睐 有业者就主动为陈世聪架设网站 把保健的测试和品项在网路上公开 同时推出分期付款的机制 让预算不多的建树学习者 也能早点拥有保健 成立这个网站就是因为 可以分期付款 帮助学生 可以以轻松的方式 获得一把成熟的 好的保健和宝刀 助建将近二十年的陈世聪 已经有五六百件作品 被使用或收藏 他最关心的不是他的建 又被谁收藏了 而是这项记忆会不会失传 记忆经验要非常的高超 才可以做出真正的保健 那我想因为这个 确实是不可多得 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有可能会再熟传掉 再过了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应该上天也会再安排 有人再出来做吧 用现代科技还原古代保健 陈世聪的保健 用个人记忆服务极小众市场 这条路看来寂寞 只要建客和收藏家继续捧场 保健制造可能是一个 别人强也抢不走的 金刚饭碗 一边 两边 橘子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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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